小熊維尼系列童話故事風靡全球 陪伴了許多人的童年 故事裡著名的小熊維尼橋 因為橋生磨損被拆除 換上新的複製橋 而原來的舊橋經過修復 最後以13.1萬英鎊高價拍賣售出 同一時間丟下樹枝 再跑到橋的另一邊 看誰的樹枝先出現 這是小熊維尼故事中 著名的丟樹枝遊戲 這裡同時也是作者米恩 與兒子羅賓在1920年代 發明遊戲的地方 不過現在的木橋 已經是重建的複製橋 英格蘭南部東薩塞克斯郡的 阿什當森林 是小熊維尼的故事背景原型 而這座原名波辛福特橋的木橋 早在1907年就已建成 隨著小熊維尼收到大小朋友歡迎 成為迪士尼動畫的重要角色 世界各地的遊客專程到訪 一堵橋梁真帽 長期下來令橋生磨損不開 1979年曾進行修復 1999年拆除 由迪士尼贊助新橋代替 而拆除下來的舊橋 則被暫時放於森林中 最近當地木匠在自己的工作室 將這座存放多年的舊橋 進行了全面修復和重建 10月6日 這座修復好的舊橋排卖出售 吸引全球競標 最後由當地貴族薩克維勒 以13.1萬英镑 約核心台幣495萬元 高於當初估價的兩倍多價格買下 讓這座满载童年回憶的小橋 得以繼續留存當地